立委陳柏惟最近風波不斷 現在他的財產公報也受到質疑 基金黨立委陳柏惟負面新聞連環報 8號他在立院親上火線 面對外界找出判決書 指控他涉賭 陳柏惟言辭否認 陳柏惟坦承 的確有到電子遊藝廠玩電動 但他也說自己是用現金換代幣 再拿迎來的代幣換獎品 所以不認為這是賭博行為 但網路上的判決書當中 確實有說到他以證人身份 向警方作證 並稱已經輸了一千元 這又是怎麼回事 從趙陶到被質疑賭博 陳柏惟悠感而發 民進黨持續相挺 肯定陳柏惟問政表現 而國民黨也有人懷疑 陳柏惟的財產宣報有問題 不過陳柏惟回應 這是刻意忽略他有選舉補助款 他自認清白這場3Q攻防戰 越演越烈 華視頻 晚載葉崩瑋 宣東前 黃瑞玲 台報道